哈喽大家好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电影是 巨人捕手杰克 电影讲了一个穷小子杰克 意外获得了有着神奇魔力的魔斗 凭借自己不服输的意志和勇进 救出被巨人抓走的公主 更是和战士们一起打推巨人的进攻 最后成功抱得美人归的故事 这是一个很神奇的故事 很久很久以前 一群僧侣为了上天寻找上帝 撒下魔法豆子 依靠长出巨大藤蔓 盘爬到上空中 但是还没找到上帝 就出了意外 在天界和人间的过渡区域 有一个巨人族 顺着这藤蔓进入人间 肆意烧杀抢掠 导致生灵涂炭 名不聊生 这是一个伟大的国王 埃瑞克挺身而出 命人打造出一顶皇冠 靠着这皇冠 征服了所有的巨人 还大帝一个和平 多年以后 这个事情已经成为传说 而从小听着这个故事长大的杰克 却一直没有忘记 18岁的杰克去帮叔叔卖马 到达城镇里后 却偷懒去看戏剧表演 在一群第一匹调戏公主的时候 杰克挺身而出 但是杰克的车却被偷走 只剩下马 但却没办法向叔叔交差的杰克 在大街上漫无目的地逛着 自是一个僧侣 把偷到的魔豆交给杰克 换了杰克的马 高级杰克千万别让这豆子沾水 对于杰克把车弄丢 用马换豆子的愚蠢行为 叔叔十分生气 一巴掌扔掉了所有豆子 尽管杰克一颗一颗捡起 却忘记了地板的窟窿中 还有一颗 大雨滂沱的夜晚 不愿嫁给老男人的老罗的公主 起码转到杰克家 再次和公主相逢的杰克 和公主聊得很开心 只是因为雨水 渐渐地打湿了豆子 魔豆开始生根发芽 突然轰的一声 粗大的藤蔓拔地而起 把公主冲上高空 杰克拼命地想要救出公主 最终还是摔了下来 杰克从昏迷中醒来的时候 国王已经带人来到 为了营救公主 杰克和国王的侍卫们 一起爬上了这巨大的藤蔓 也包括公主的未婚夫老罗 甚至把王冠交给了老罗 老罗这个人可是心狠手辣 对侍卫们非常狠心 怕爬藤蔓的时候 竟然割断了救命的绳索 侍卫头领小白 对此愤怒又无可奈何 到达巨人族零地后 老罗强行拿走了杰克的豆子 不过还好杰克偷偷留下一颗 这也是在紧要关头 救命的一颗魔豆 侍卫们终于见到了传说中的巨人 一向骁勇的侍卫们 面对如此高大的巨人 简直没有回首之力 而老罗却凭借着王冠制服了巨人 看着公主和侍卫们已经被关押 老罗不但不营救 反而准备依靠王冠的力量 带着巨人们到人间兴风作浪 好让自己当国王的梦想实现 一个巨人已经准备把公主和侍卫小白 做成全病吃 此时的公主和小白 几乎已经对生还不抱期望 还好杰克没被抓住 偷偷溜到厨房开始自己的营救 在巨人转身的时候 一刀子干翻巨人 救赎了公主和小白 三人想尽办法要回家 却没想到国王为了阻止巨人下界攻击 已经下令砍断藤蔓 而小白和老罗在搏斗的过程中 尽管干掉了老罗 可王冠却被巨人拿走 此时藤蔓已经被砍断 杰克带着公主 抓着砍掉的藤蔓回来 小白也成功返回 不过谁都没想到 老罗抢夺的豆子 此刻被巨人们发现 于是巨人们撒下豆子 怕麻痣藤蔓重新进攻人间 在卫士的防御下 巨人暂时被打退 公主和杰克也被派去点燃烽火 给其他的王国发警戒信号 争包里的战士们 苦苦支撑着对抗巨人 然而双头巨人已经从水下进入皇宫 更抓住了公主准备吃掉 杰克已经非常英勇地 取其斧子要批巨人 但巨人实在是太大了 一把就抓住杰克 幸好杰克还有最后一颗魔斗 在即将被杀死的那一刻 把魔斗扔进巨人的嘴里 魔斗在巨人嘴里沾到了水 一下子就长出粗壮的藤蔓 不但干掉双头巨人 更让杰克拿到了 制服巨人的皇冠 当巨人们攻入城堡 准备作恶的时候 杰克出现 及时空主主炒面 挽救了这个王国的所有人 定的结尾 杰克和公主举办盛大的婚礼 生了两个可爱的孩子 过上幸福的生活 定到这里就结束了 不过穷巧子打败巨人 和在国王的见证下 和公主结婚的故事 不免让人想到 童年时候读的童话故事 尽管对于剧情 已经几乎可以提前预知 但是这部电影 再次让人回到了童年时代 似乎又回到 那个无忧无虑的时光周 真的是一件 很让人开心的事情 好了 小伙伴们 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